刚刚小编一上微博看见热搜吧 一下子就看见了王力宏 一下子就默默无闻的变成了热搜 看样子粉丝们都很爱这个歌手 不对 现在是演员的人呢 王力宏是一个独具人格魅力的歌者 他的音乐非常的出色 还受到了其他国家的人的喜爱 前期都是流行歌曲 到了后期变得不一样了 有了更多的深意 同时里面也有了很多的情感 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 对自己家人的无限而易 还有自己对于自己音乐的理解 现在的力宏家庭特别的幸福美好 自己的事业也是特别好 力宏是一个很低调的歌手 有才华同时又对自己的事业特别的专注 之前是一个好的歌手 现在也开始尝试做一个好的演员 他之前的有部电影 他一出现也是惹得大家惊喜赞叹 果然优秀的人 他有他自己独特的学习能力 他在做歌手的时候 全心全意 在做一个电影的时候 同样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 今天是休息的时间 而不少去看了这部电影的朋友都说 里面有很多的小地方 都让人特别的感动 而王力宏一出场唱着他的歌 就有一种让人特别想落泪的感觉 他弹着钢琴 穿着白色的西装英俊的脸庞 很多听他的歌的听众 都已经慢慢的长大了 而力宏感觉还是以前那个的 会很多的东西 笑容满面 气质儒雅而出众 之前看过他的电影 就特别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其实一说到力宏 小编就想到以前高中的时候 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 特别特别喜欢力宏 那个时候力宏代言了一个饮品 也就是一个喝的水 然后上面有力宏的照片 不同的水上面是不同的图片 他就每天就会去买一瓶 然后把那个照片收集起来 当时就觉得他特别有爱 记得有一年 他还去看了力宏的演唱会呢 特别高兴 特别的激动 见到自己一只特别喜欢的歌手 真的特别的幸运 看了这个电影的女性都说 力宏出场的时候 有特别多的欢呼声 他独特的嗓音 特别特别应景的一声歌 让众人感慨 不管现在有多少的新人出现 而那些好的艺术家 在观众心里的地位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的努力 我们从他们的作品里面可以知晓 他们的诚意我们也知晓